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全面OMG208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不要点到三千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 上回说到沃王准备向七位弟子传授二伏流的终极奥义 一行人来到了试炼之地恶鬼园树海 沃王郑重其事地对弟子们说道 别看这里啊,景色还挺凄美的 实际上环境特别的恶劣啊 连野生的动物都难以存活 自古以来只有强者才会在这里进行严酷的训练 当然了,这里时不时还会有JK出现 啊,你说什么JK 沃王回头也看 怎么有好多年轻人搁这儿露营BBQ啊 二伏们还开始和路人小姐姐聊起了天 哼哼,原因啊自然就是时代已经变了啊 这个恶鬼园树海的原型很明显就是青木园树海了 那座山南现实中其实就是富士山了 班园老师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进行过刑军训练 不过现在呢,这里因为自杀圣灵的事情啊 已经成为了旅游圣地和网红打卡地 今天刚好啊,还有女子高中学校组团来旅游 我靠,这不是黄英学院吗? 就是剑神少女里面享宜的学校啊 同时黄英也是低不刹那的赞助公司 沃王本打算装得很神秘 结果现在气氛全无,只得在那无人狂怒 他警告弟子嘛 其实我们这次要去的是树海深处的境区哦 其危险程度啊,根本就不是外围旅游景区能够比拟的 但是其他的人早都被年轻的小姐姐勾了魂 沃王在一旁都快气到吐血了 则为武学忠师的逼格瞬间就下降到了和光我平起平坐了 并且在听故事的光我一行人也觉得沃王他就是个捞逼 连猎堂都无聊到直接睡着了 不过休息呢还得继续 在夜晚沃王叮嘱了所有人 今天过后啊,你们就必须要单独行动进行奥义的修炼 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悟道中 不允许和除了沃王以外的人有所接触 如果有人提前学会了奥义 那也不准透露情报给其他任何人 这里呢,二娃突然强调了一句关于奥义的问题 如果按照逆向思维的话 感觉沃王教他们的很可能不是同一招奥义哦 而四娃这边呢也是非常冷淡的单独离开去搜寻物质了 之后呢,大家就了解了关于沃王最早培养的其他孩子 如果这里沃王没有说谎的话 那么在现在的时间线中 外部地区啊,很可能还分散了其他沃王的地址 大家都聊得正起劲啊 四娃也收集完了食物回来 这时三娃突然摸出了酒和小菜 坚长的气氛顿顿时变得热烈了起来 大家把酒言欢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 但不幸的是,这也是二虎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了 时间来到了一周过后 沃王一副极度震惊的表情看着躺在树下的男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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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死就死了 嗯,看来我上一话的猜想没有错呀 沃王说的可惜就是指的七娃暴毙了 但是呢,有观众可能会质疑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七娃他的斩破倒是进化水域 他这里只是用了一手张眼法 屁啦,这他妈的都遭苍蝇了 沃王检查尸体过后 确诊的死亡时间起码超过了一天 并且七娃背后有一个超级大的伤口 其惨状比当年王老吉惨遭被刺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就在这时沃王听到了响动 他刚往前面跑了几步就看见二娃的尸体 吃吃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道 我王整个人啊都吓得冷汗之毛 我操该不会是蜘蛛船长想拿刀捅我吧 大娃和六娃此时正拿着沾满血的匕首 两人神情紧张的对峙着 大娃率先只认是老六杀了老二 并且他还想杀了所有的人啊 但六娃马上就反咬了一口 说大娃才是凶手 我王此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知道一七娃的伸手很难遭到背后偷袭 所以二虎中必定出现了一个叛徒 但是一线在这点线索根本就无从判断嘛 更何况四娃和五娃之前的反应也有点耐人寻味 现在这两个人还不知所踪 最可恶的是啊 牙八字还选择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收尾 那么一切的真相恐怕就只能等下周 目目警官来亲自见证了 奔化结束